有关新北市陶族两县农金发展 及防洪发电的石门水库 新建于1956年 启用于1964年 坐落在桃园市大汉溪上 行政区跨大溪、荣潭、复兴三个乡镇 原本建库主要目的是灌溉与防洪 目前主要供应新北市、桃园市 及新竹县虎口乡公共用水 自水库完工启用后 为了确保水库安全 蜿蜒取责的监测廊道 一项禁止非工作人员入内 一般民众难亏其貌 经济部在石门水库50周年之际 首度开放媒体记者参观 一窥这神秘的面纱 这个人道在大坝新建时 初期作为弟子探勘之用 在施工期间 除了作为施工人道、运送人员及机具外 也作为灌溉的通道 同时又是排除三副地下水的重要途径 这个廊道和石门水库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石门水库运作的核心在于库底全长8公里的监测廊道 最宽处直径达15米 国内只有北二高新电段部分隧道 超越其断面尺寸 可见当时工程之艰难 监测廊道设有地下水位监测井 地震仪、海水廊道、凉水宴 呈现位移观测点等 动药性犹如人体的动脉 监测设备监测水库安全 只要超过四级地震 监测人员就必须办理廊道特别检查 全面检视监测数据 以确保水库安全无余 排风好雨期间 北区水资源局更透过 缜密的科学仪器和细心的人工监测 全力维持水库正常运作 以发挥调风济窟防洪减灾的功能 走过半世纪辞32亿的石门水库 前后历经8年 共计培育工程师近千人 技术工人遇万 荣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凭建为台湾百大前十名的建设 也是土木界的重要文化资产 更是北部地区一处重要的 观光油气圣地 石门水库监测廊道 坚守防护岗位 着实功不可没 偶要整理它 维初来tz tenemos 百度随道 窗子 三年 厌灾的藏 floor